由立法委員劉兆豪發起的 2016愛台東夢想支柱計畫 提供30萬元的園夢獎金 鼓勵台東鄉新實踐對家鄉的夢想 經過兩個月的徵件及評選後 共有五組獲選 劉兆豪表示 今年報名支柱計畫的件數共有45件 比去年足足多了10件 讓台東成為一個 能夠讓所有的人能夠在這塊土地上 追求實現他的理想的一個好的土地 不管是希望開設部落第一間早餐店 還是發揚傳統歌舞 或是培育在地數位人才 每位獲選人都用自己的方式 展現對台東的盼望 能夠小朋友能夠每天早上都可以吃早餐 他不僅僅是在地的夢想實現 更是以他的實際行動很快過香 我覺得這樣的理念是非常棒的 很謝謝你 人類追求的目標應該是沒有極限的 不管有個困難 只要我們相信 只要我們仔細去想我們能做什麼 找到那個我們能做 而且可以成功的事 相信活著就會有希望 那希望我們今年可以一起做出 非常美好而且很誠實的作品 就是帶著全太遠國中的想法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數位的方式 來把東洞館再重新的復健起來 每位獲選人將一計畫在11月15號前 實踐自己的夢想 午善點採訪攝影